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一章内容我们说是我们整本教材的第二重要章节 因为讲作伪矿库 那么在我们金属非金属矿床里面 也是一个重要的安全设施和生产设施 所以这一节的知识点相对也多一些 我们首先看关于伪矿的堆存方式 但是我们的堆存方式包括视频 低浓度 高浓度 高体堆存和干湿堆存 但在具体分类的时候 低浓度和高浓度它属于实事处理 统成四排 那么干湿堆存呢 主要针对一些无法堆拔 或者伪矿含有害物质的矿杉 规模都比较小 例如我们的黄金矿杉 那么具体说起来 低浓度 高浓度 它的分界 大家看低浓度一般 质量浓度是低于35% 但是用的最多 用于我们水力充填 这种堆拔方式 那么高浓缩的时候 浓缩之后 在我们送到微矿图堆存 它的浓度 35%到55% 这个重量也比较多 这是比较多的两类 但高体堆存 大家注意 它是65%到75%的浓度范围 这样我们的浓度范围就有一个空缺 刚才是35%到55% 再是65%到75% 但是高浓度堆存就适用于干和缺水地区 用的比较少 所以干水堆存要浓缩压率 这个含水量不大于20% 也就是说它的浓度范围要超过80% 处理起来费用比较高 主要在黄金矿团那种用的比较多 所以作为这四种堆存方式 它的浓度范围比较特殊 35%以下低浓度 35%到55% 高浓度 但是到了高体 就是65%到75% 到了干水堆存 浓度就要大于80% 含水量小于20% 所以说 这个地方和一般的分类不一样 比较特殊 希望大家注意这个区别 哪一个多 哪一个容易什么场合 要熟悉 这是关于这个堆存方式 第二点是关于库容分类 这是我们在谈到 为矿库的时候 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参数 大家看这个全库容 它涉及到有效库容和调须库容 这个地方有效库容指什么呢 指我们这个标高平面以下 库底面以上 这是有效库容 那么调红库容呢 是正常水位以上 设计洪水位以下 这么一个可须库容 这么一个可须及洪水的库容 总库容是指我们的最终 坝顶标高的这么一个全库容 那么第三个支持点是 围框堆积坝 这个驻坝方式呢 有上游式 中线式和下游式 这个呢我们也区分一下 它们的特点有种不同 再看上游式 它的指坝中线位置 不断地向初级坝上游移动 渗透性能比较差 进入线位置比较高 所以对它稳定性比较差 但是简单方面 用的是最多的 普遍材重 大家清楚这个优点缺点 中线式呢 就是它的追击过程当中 它的这个霸轴线位置始终不变 它介于上游和下游之间 所以中线式 而下游式呢 它的霸轴线位置不断地向初级坝 下游方向移动 强度高 渗透性能好 浸润线位置比较低 所以大家看 一个是渗透性能差 进入线高 一个是渗透性能好 进入线位置低 当然一个稳定性差 一个稳定性好 所以上游下游 正好是对应的 但是呢 下游是管理起来 很复杂 我们用的比较少 所以有力必有弊 关键是力在何处 必在何处 区分一下 所以我们要清楚 一个 什么情况 这是这三种追击罢的方式 那么在具体选择的时候 大家注意 要考虑 要求不同 所以对地震的设防烈度 7度级以下的地区 我们适合采用上游式主板 8到9度的地区 适合采用下游式或中限式主板 那么上游式追击罢的 尾矿降浓度超过35% 这个时候不易采用冲击式 直接做 所以这个呢 大家注意 在具体选择的时候 注意区别 第四个知识点 关于这个管用判别的问题 所以对这个尾矿霸 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 是不是可能发生管用 我们做一个判别 大家看一般黏土 不会发生管用 而无黏性土的粗颗粒 所构成的孔系 必须大于它的细颗粒子径 这是管用产生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你粗颗粒这个空隙 要大于细颗粒子径 才会产生管用 所以具体说起来 大家看不均匀系数 小于十的较均匀的土 由于这个间隙 是小于细颗粒子径 它是不会发生管用的 那么不均匀系数 大于十的不均匀土 是不是会发生管用 主要取缘于土的积配 和细粒含量 这是我们谈均匀系数 小于十 大于十 是不是会发生管用 所以像这种情况 大家注意 就有可能出一个题目 给你这个情况 让你判断 会不会发生管用 哪一粒不会发生管用 当然粘性土不会发生 不均匀系数小于十的 这个无粘性土 也不会发生管用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 当然具体再细说的话 大概系列含量低25% 这个时候 细颗粒 它填不满这个空隙 这个时候 基本上最管用性 当然系列含量大于35% 这个系列含量足以填满这个空隙 这种情况下不属于管用 而这个25%到35%之间 这个属于过渡性 可能产生管用 也可能不产生 这是我们谈管用判别 非常容易出一个选择题 大家注意 这个点 第五 渗流控制 这个渗流控制 一个基本的原则 是确保竞云线低于我们的控制竞云线 所以刚才我们在讲到 这个上游式下游式 竞云线高低的问题 所以最后要保证 竞云线低于控制竞云线 所以具体控制措施 大家一看 设置排升入电 排升管和排升营 也就是设置排升系统 第二 随着霸体升高 设置排升管和芒沟席电 这些排升系统 所以还是从排升的角度考虑 第三是降低库内水位 所以排升降水 这是我们渗流控制的两大基本措施和原则 第六个知识点 关于尾矿霸抗震构造 所以为了提高这个稳定性 我们采用下列抗震构造措施 再看控制尾矿霸的上升速度 放缓下游霸破的破度 第三在霸机霸体内部和下游霸破设置排升设施 第三在下游霸面增设反压体 第五加密法加固 下游霸破和神机霸 所以控制上升 放缓 坡度 排升 反压 加固 这是我们的抗震构造 所以这个如果出这么一个冷门的案例题 我们怎么样提高它的抗震稳定性 就是这么一个措施 反压 加固 排升 然后从它的坡度 上升速度 这些五方面考虑 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关键词 明确了这些 遇到这类题目 就很容易回答 第七个知识点 尾框库排红系统 我们看有哪些 大家看有排红管 隧洞 易红道 我们的节红构 但是对不同情况怎么处理 大家看对小流量 我们用排水管 中等流量 用排水管或者隧洞 大流量 我们用隧洞 或易红道 所以大家看中等流量 和小流量有交叉 和大流量也有交叉 它对应的排水管 可以用于小流量 它对应的隧洞 可以用于大流量 所以中等流量很尴尬 它和小流量 和大流量都有交叉 当然我们这个易红道 是大流量 所特有的 像这种题目 可以出题 大家可以 自己可以自己出题目 当然对大中型工程 我们的隧洞排红 要比排水管 经济可靠 所以许可的话 优先采用 那么这个排红设计 最大流数 要小于这些材料的允许流数 这个也是基本要求 这是我们排红系统的类型 大家注意力点 关于这个尾矿图 安全度分积 这个尾矿图安全度 我们分成四个级别 微酷 显酷 病酷 正常酷 那么这个当中 这四个级别 要满足什么条件 我想大家要注意掌握 这个地方 非常适合出选择题 它告诉你一个情况 让你判断是微酷 还是显酷 还是病酷 还是正常酷 区分开 当然内容比较多 那么大家来注意一下 关键词 特别注意那容易混的地方 同样对一个表述 大家注意一些词的限定 你像库容严重不足 排红系统堵塞和严重堵塞 排水性的倾斜显著倾斜 所以说这些限定词不同 这个伪矿库的安全度级别就不一样 一定要注意区分 所以这个微酷 得看只安全没有保障 随时可能溃吧 要求立即停止生残 疏散下游人员 得看调红库容严重不足 排红系统严重堵塞坍塌 排水性显著倾斜 所以得看这地方 都出现了几个 限定词 而大体能出现贯穿性的横向的叶峰 不是重项 并且有贯穿性 那么安全技术小于0.95 这是五个显出指标 当然包括其他 这是我们的微酷 显酷就稍微缓和了一下 不及时处理也可能导致溃吧 要求立即停产 限时排除 没有谈疏散下游人员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都是缓和 但是我们看调红库容不足 没有严重两个字 但是它加了 我们安全超高和最小干摊长度 这两个都不符合舍机要求 那排红呢 不分堵舍和坍塌 不是严重 排水井倾斜 不是显著倾斜 所以这个地方 它的严重显著这些限定词 已经去掉了 大体出现浅层滑度 刚才谈到的是那个 贯穿性横向裂缝 所以它是前程滑动 安全技术 刚才是0.95 这是0.98 另外霸体出现大面积的重向裂缝 贯穿性横向裂缝是微酷 这个霸体大面积的重向裂缝 是显酷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但并酷这个指标多一些 它的调红库容不足 在设计横向裂缝 是不能同时满足安全超高 和最小干材长度 刚才我们谈显酷的时候 就是安全超高 和最小干材长度 都不符合要求 但是这两个 有其中这一步满足的要求 是并酷 大家注意这个指标就可以了 其他几个指标 大家大体一看 这个并酷要求 在限定时间内进行整治 第四是正常酷 这个地方满足下列公康的正常酷 大家看都是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要求 运行正常 所以这都是原则性表述 我想这个正常酷 大家都可以不用记 大体一看就可以 所以具体说起来 大家主要区分微酷和显酷 你去考试的时候 可能从这个地方出题 告诉你一个情况 让你选 是V还是显 或者说关于微酷的说法 哪一个正确 哪一个错误 所以这种出题的角度 是非常容易出题 大家要重点关注 这个安全度的分析 第四个知识点 关于安全管理要求 但这个微酷库的安全管理要求 是一个原则性的 全面的概述 大家看责任制 制度规则 安全投入 机构人员 培训 计划 规划 三年一次评价 所以我们如果考试的时候 遇到一个点 他说这个微酷库 这个管理混乱 问我们如何加强 这个微酷库的安全正常管理 我们就从制度规程 安全投入 设立管理机构人员 加强培训 编制计划 制定规划 安全评价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 大家看我们前面三条 实际上不仅仅为 框库安全管理 我们所有的安全管理 实际上都是这样 建立责任制 制度规程 保证安全投入 建立管理机构人员 要培训 合格 持统上考 只不过后面 制定作业计划 制定使用规划 三年一次 现状评价 你这个不要忘掉 所以像这种点 大家不要机械性的背 你要分清楚 哪些是通用要求 哪些是专用要求 通用要求 可以大体一看 专用要求 大体记下 这样基本上就长不住了 所以像这种点 大家不要 原封不动的实际背 熟练掌握 灵活掌握 第十一个点 我们安全运行的控制参数 大家看安全运行的控制参数 有这么几个 它的设计的最终 追击标高 最终霸体高度 总库容 尾矿追击霸的外泡比 在不同的追击标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的正常水位调红高度 包括最小干潜长度 另外不同追击标高时的 控制竞争线 这个大家明确一下 稍微熟悉 那么第十二个点 运矿库应急预案的启动条件 实际上这个就和我们谈了一些事故 发生 我们要启动预案 差不多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运矿库哪些情况下 我们要启动应急预案 进行应急处理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出这么一个庭 我们就照这个来打 运矿库出现一些异常情况之后 我们要启动预案 紧急处理 哪些情况呢 大家看 出现严重管庸流土 严重裂缝坍塌 超过限制最高洪水位 排水井倒塌 或者排水管坍塌 其他一个重大险情 两个严重 一个最高和排水坍塌 大家注意这么几个 就能写的差不多 当然有时候 它可能结合背景 告诉你出现了一些情况 出现管用了 没有严重两个字 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启动预案 注意 要根据情况 根据我们的储备 要做判断 所以这个要清楚 好 第十三个点 关于安全现场评价 实际上刚才我们在讲到 违矿库安全生产管理要求里边 其中第六点 就谈到了要求每三年进行一次 现场评价 只不过这个地方 对三年一次的现场评价 专门做一个要求 大家看 每三年进行一次评价 是由我们能够进行 稳定性验算 水文计算 构筑屋计算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还要进行在下个评价周期的 霸体稳定性排红系统的安全分析 所以 这个安全现场评价 大家注意 它没有谈 有知识机构的问题 只是谈专业技术人员 那么这个评价报告的结论 包括什么呢 它的稳定性 防洪能力 安全监测设施 安全度 也就是 这些是不是符合要求 大家注意 稳定性 防洪能力 安全监测设施 另外要计算出它的安全度 是微酷 显酷 病酷 还是正常酷 然后和周边的相互影响 提出安全对策措施 当然这个安全度 实际上是 它的安全现状的一个 结论 所以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案例点 因为这个案例点 正好就把那个安全评价 和我们的 这个安全 现状评价 和微酷酷 结合在一块 所以这一个点 大家注意 是非常容易出一个五分的 需要按一提 就是我们这个安全现状评价的结论 包括哪些 你要从它的稳定性 防洪能力 安全监测设施 这些角度谈一下 六点 注意一下这个点 第十四 大体失吻的原因 即防止 失吻的原因 大家看三个方面 斗 技能线高 存在力不够 这是失吻 那防止措施 这一看 斗的 消破 上销 上销 下压 竞争线高的 排胜 降低水位 存在力不够的 霸击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包括下游 设置压重 打碎石状 等等这些 所以 斗的总办 高的总办 存在力不够的总办 这个我们说可以出一些 选择 当然也可以直接 直接问一个小案例题 也可能 所以这个大家看一看 这是霸体失吻的原因 以防止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出体的点 好 下面我们看几个锡体 大家看某尾矿堆存时 这个矿间的浓度是85% 那么这种方式属于什么呢 属于低浓度 高浓度 还是高体 还是干湿堆存呢 很显然 我们刚刚说过 这是干湿堆存 因为它的含水量 小于20% 所以全地 这是堆存问题 下面我们看这个渗透破坏 粘性图不会发生哪个呢 前面我们讲过 粘性图 它是不会发生管庸的 所以这个题目 选A 我们再看第三题 某尾矿酷 调红 酷容不足 在设计控制位置 不能同时满足 我们的安全超高 和最小干湿长度 所以大家看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 病故 所以 大家区分一下 这个酷容 是严重不足 还是不足 是不能同时满足 比较超高 和干湿长度 还是都不能满足 所以这个 三种情况 会是指的是 微酷 险酷和病酷 这种情况 是属于病酷 另外两个 严重不足 这个就是 微酷 当然不足 都不能满足 超高和干湿长度 那就是我们说的 险酷 所以要区分一下 当然这种情况 是属于病酷 好 第四题 抗震稳定性提高的时候 哪个措施可以采用 刚才我们讲了 下面压 上面削 所以下游 增涉石料压坡 堆积坡进行削坡 降低水位 增涉排泄 降低金能线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这个ABCD 当然调控演算 这个我们说不需 提高抗震性 所以这个题目 选ABCD 当然像这种点 调控性的点 大家要注意 可以出多选题 好 下面第五题 大家看 微酷酷要没多少年 进行一次限量评价 当然这就是我们安全 限量评价的周期 当然这个非常明确 上面是全B 好 作为我们这个 尾矿库这一扎 我们讲那么多 这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